美食 Claudette 美食育 美食 nothing 美食育 美食育 美食也通過 美食好 美食老闆 嗨 今天的 我剛才出去就是去我們那邊 隔壁實 occ corners 就是賣夜室的地方 去买了一些这个土豆豆腐年糕 还有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静零烧饼 然后这个是在水箱面包房里面买的那个汉堡 鸡肉汉堡 然后这个是四个道香村的那个糕点 然后边吃边介绍 因为真的要冷掉了 我心痛啊 这个烧饼这样子的 挺大的吧 它就是打底的话 最低价是三块钱一个 然后我让它加了两块钱肉 然后是五块钱 就是我说的静零烧饼 这个奶茶四块钱 很便宜的 它烧饼做的有点咸 它的馅是这样子 就每刚才熬一些肥肉 我让它加一点辣椒 很香的 就是有点冷掉了 上一次有人说我的口头传就是有点冷掉了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怕食物冷掉的人 然后我在家里吃早饭嘛 我爸买的那个 反正他买了我吃的话 我都要微波炉加热一下再吃的 嗯 我以后还是炸的 我以后还是炸的 你看它里面这样子 看得清楚吗 我超级久没有吃到这个饼了 以前我们学校东门的那边 就是会有那个烧饼大叔在卖 现在都没了 然后这个土豆豆腐年糕 这个它就是放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那个烧烤烧烤的板上 然后煎的 你看它这个 感觉这边灯光 对它就是外面一层有点焦焦的 然后淋上海鲜酱 然后一些自然啊 辣椒粉啊 超级好吃 这豆腐虽然不是很嫩 但是就是很有 就是外表就是很好吃 而且没有这土豆豆腐年糕 我可能就不认识你们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也说过 我当初我为什么开始录吃播呢 就是因为有一天 暑假的一天 大概 傍晚的时候吧 六点多 然后我在等我爸妈给我带饭 我真的超级饿 我吃了超级多零食 但还是饿得要死 然后我就想起了我们学校这边夜宵 叫土豆豆腐年糕 然后我就说 哎呀不我搜一下百度吧 看一下那个图片也可以解馋嘛 然后我就搜了百度 然后就搜到了那个 爱吃饭的妹子 倩倩的那个一期 以前很早的一期什么 撑州豆腐年糕的那个特辑 然后我就看吃播 看她的视频 吃完饭看 四点半开始看 看到了十一点半睡觉 然后之后几天也都是这样 然后关注了别的吃播UP主 然后 爸就觉得 哎 要不我自己也录一个吧 反正也可以自录生活嘛 然后就开始了 可是他现在不知道人哪里去了 倩倩失踪了嘛 然后这年糕也很好吃 外面焦焦的 泡子好吃 汤太强了 其实我本来是要去买手机之下的 早上那个手机之下被我弄坏掉了 然后我说去那边蘑菇街 那个我们那边 一个一条就是街嘛 就是看一下 有没有卖手机之下 然后乘车路过的时候 发现就是隔壁学校 那个他们夜宵就白起来了嘛 就是说 反正就买一点 本来是准备大概 他们会七点半的时候 来我们学校这边 就是这个夜宵摊 超便宜的奶茶 四块钱 这边有点 就算了 是不是 可是我快我的下雨 但是我真的忍受到 那么什么 我们要这样啊 就算了 这边 我们就要去哪里 就是 我 我 管 都 豆腐 我昨天去兼职 然後真的是累到要死 腿超級酸 然後看到了那個夜宵灘 還是很開心的可以給大家錄這個視頻 我以為 他們也都回家了嗎 國慶 剛才那個土豆沒有給大家看 就是狼牙土豆 今天外面天氣開始冷起來了 就這樣竖著吧 我今天沒罵說 這是我自己畫的 怎麼樣 我今天是第二次畫眉毛 因為我以前站著自己有瀏海 然後眉毛就很粗 然後我就不畫眉毛 它這個燒餅做的有點鮮 不是特別好吃 上面好多芝麻 是挺薄挺脆的那一種 閃魚 就是其他米麗當中 是實力大的 這是蠻重心比 因為這樣子很舒服 嗯,關梗那麼長 是不是光太長了,這邊都看不太清楚 哎喲我的媽呀 這是我夜宵中的最愛 而今天就是本來想吃那個 還想吃鍋貼和那個 章魚小丸子的他們可能都沒來 章魚小丸子我的愛 超愛 龍牙山土豆 嗯,我吃東西最好 我超愛喝奶茶 但是我喝奶茶超級容易飽 它一份還挺多的,超級多 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有豆腐有年糕 外面焦焦的就是丸子好吃 下週二出那個麵包特輯哦 呵呵 我也喜歡吃麵包 你看它吃個麵包特輯 這個是我剛才在學校麵包房裡買的 就是 雞肉漢堡 就是一片雞肉 這個生菜我天哪 這個生菜有點 不大好看 然後上面沙拉醬之類的醬 然後漢堡 這個是 六塊錢 這個五塊錢 餅數也是五塊錢 就要吃了 然後再吃了 就要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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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還是挺多的對吧 學校麵包房裡面的東西都很實惠 很實在 我已經有點飽了 我不能確定能不能把這個 道香醇四個糕點吃完 慢慢吃吃慢一點 好 我昨天看到有彈幕說我長得很像張全彈 然後我一開始想張全彈是誰啊 不知道然後我就百度了一下 原來是他呀 我一開始挺不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我是女孩子嘛 為什麼說我長得像一個男生 而且這個男生長得也不是特別好看 還是微微有點醜吧 然後我也覺得不大像呀 然後後來就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自己那個分面 那個圖呆呆的 好像確實有一點像 而且張全彈就有人格魅力吧 就是挺搞笑的 就像我的我的男神粉拱 大家喜歡嗎 我超級喜歡他的 而且關於那些分面的圖 我都不知道選哪一張 我是有老師嘲笑我 不是老師嘲笑我 就上次說 說我這些圖都很傻 除了那張吃那個 砂鍋那一期 就是我沒有看屏幕的話就還好 就看屏幕就很呆很 很蠢 他以為是系統自己給我解的圖 我真的要吐血了 這都是我千跳萬選選出來的 好嗎 我真的喜歡 我沒看到 但我沒有看過 最新的聲音 很冷 我沒有說 很冷 我很冷 很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吃的有点饱了 现在只是吃晚饭的时间 五点半了差不多 主要我中午吃的比较迟 这个到香村的糕点是那个 我超喜欢的一个那个吃播的妹子 苏旺给我寄的 她给我寄了一个礼盒 真的很感谢苏旺 然后我中午去拿的时候 打开超级香 然后就吃了三个 马上吃了三个 还要一点点 还有大家 问我比较多的什么 什么羡慕我吃不胖 这个我完全不是那种吃不胖的人 我吃自助的话可以胖 两到三斤 吃一次自助 不是说那天晚上去吃 然后马上吃的体重是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一直都是那种体重 就是你真的胖起来 而不是你食物进去的那个 重量嘛 我属下在家也是胖了 七八斤的样子 而且我自己也不是那种 什么健身爱跑 我这人很懒得不运动 所以我觉得我减肥的话 我肯定是选择晚饭少吃一点 也不是不吃就是 少吃正餐 也不是正餐之类的 你就多吃一点蔬菜水果 或者是酸奶什么之类的 天呐 光怎么那么强 我都看不太清楚了 你觉得没有刘海还是比较显成熟的吧 天呐 天呐 我今天有点撑了 我可能要少吃一点 先吃这个猪头吧 先吃这个猪头吧 哎呀 等一下 我今天记了笔记 好 再次谢谢那个给我投食的妹子 等着我给你记那个铃波的特色 想吃啊 这个猪头叫做 嗯 南瓜金猪 可爱吗 看它我想到那个 什么东西啊 嗯 嗯 那个叫做 好春光不如能一尝 那个叫做什么 春光菜的猪八戒 应该是吧 后面不是还有一部就是 邪恶的猪八戒 和不邪恶的猪八戒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徐真演的那一部吧 我不太清楚 有点痴撑了 它这个是南瓜金猪 应该是 南瓜 南瓜夹猪吧 我的天哪 我怎么那么黑了 啊 稍微好一点了 好吃 它里面猪是这样子的 是南瓜猪的 它真的好吃欸 它咬下去就是感觉 很容易咬 它是偏甜的 它是偏甜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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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上期弹幕里面有问我是 什么星座的 我是水瓶座的 97年的水瓶座 再吃一个这个 山楂锅盔 这个我看之前就是好多人推荐吧 微博上什么之类的 应该是那个 到乡村的那个特色什么之类的吧 我吃一下 跟我想象中味道有点不大一样 好 不知道怎麼說了 這個 這個 我感覺它外面的那個一層的 有點像餅乾的味道 像那個什麼物語的那個餅乾的味道 然後 餡的話 很清淡 就是挺耐吃的那一種 有一點點酸 不甜 跟我想像中的那個 山楂完全不一樣 還有十五分鐘 我想把每個視頻都控制在三十分鐘之內 就剛才那個分面那個事情 就想大家如果有什麼建議的話可以跟我說 有些我看up主是就是 也不是自己的視頻截圖 就是單拍了一個分面 但我之前有一期拍過單拍那個分面 就是那個年糕那個大腳的那一期 我覺得超級傻好不好 我真的 那個時候都想快多出一點視頻 把那個視頻給壓下去 單拍就是還是不要吧 太傻了 這個也挺好吃的 我吃不下 本來是想七八點鐘當夜宵給大家錄的 吃八點鐘也不算意思哦 算嗎 這樣有點吃不下了 今天可能要剩下兩個了 不好意思 拜拜 還有什麼事情要說嗎 我算沒有了 下一次麵包特急急的來看 拜拜 愛你們 國慶快樂 與我們無聊 大胆 會不會 還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